就是一家很好吃的店 广式烧辣三宝饭 美食的一级战区 内带古早味高温 各位好朋友 水阿姨今天来到高雄的延城区 水阿姨去哪里 水阿姨现在人在高雄延城区 我们今天要来延城区吃饭 这里有一家很厉害的 现在已经在排队了 你们有没有来吃过这一家店 你们有没有来吃过这一家店 现在才11点多 一家店 一个鱼就得很好了 好像都很厉害 这个都是我喜欢吃的 哈哈哈哈 肚子好饿 哈哈哈哈 猪炒面 滑蛋 叉烧 然后一个猪肝汤 猪肝汤 对 然后我们如果要 切的呢 一种都150 每一种 每一种都150吗 还是拼盘可以 我们可以到位拼盘吗 三宝拼盘 好啊 好 谢谢 这个是双咪的 脆皮粗 跟 鸭肉 鸭肉 鸡干汤 这个葱油辣椒 感觉就很厉害 你要看到 哦 哦 哦 太强了 吃一个菜皮粥 很厉害 我刚刚已经偷吃了一碗 配这个配这个 广州炒面 嗯 很好吃哦 嗯 我很喜欢的 广州炒面 广州炒面 这个 这个面条就是我喜欢的 有养肥 有养肥 要会点菜 因为我知道 叉叉在这边 叉叉 叉叉 叉叉就有了 嗯 嗯 嗯 看 知道连头发都在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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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哦 真的好好吃 然后 来喝一口豬干汤 滑蛋叉叉叉 对 滑蛋叉叉叉 滑蛋叉燒 這一輩子第一次吃 看漫像就覺得很厲害 吃一口滑蛋叉燒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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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拜拜 這麼新鮮餅 不用去香港 高雄連的居酒 美食的一級戰區 現在帶古早味高 鹽城區好在就是 我覺得 他這些美食 然後你吃飽飯 旁邊你想要吃一點點 吃炒點都有 烤鴨 很厲害 對啊 多一點包好少 多一點包好少 多一點 現在要吃炒蛋名單了 很好吃 老朋友我跟你們講 這個滑蛋類 要點一下 廣市炒麵也要吃 然後他的那個 脆皮豬 好好吃 烤鴨 烤鴨還有脆皮豬 好好吃 兩百分 我們今天的午餐就是點了一個 廣市炒麵 一個滑蛋叉燒飯 然後一個 雙拼就是 脆皮豬肝烤鴨 還有一個 薑絲的豬肝湯 這樣子六百一 買單六百一 我第一次吃到滑蛋 這麼好吃 這麼好吃的滑蛋 真的 很清爽 很滑口 嗯 嗯 真的覺得很厲害 然後這個 這個旁邊 加上一些 他的 那個 那個 蔥酥的那個 辣油 哈哈哈哈 你看 好吃到說不出話 嗯 然後這個脆皮豬 不要 不要說我沒給你們講 嗯 好好吃喔 現在裡面跟外面 做裡面有冷氣吹 外面 全部都 過了 所以 好朋友 如果要來吃 嗯 可以提早 因為如果 吃飯時間 可能要拍 對 因為 經過這裡 很多吃 幾乎很多吃 吃飯時間 他都排隊 排很長 你看 我們台灣人很棒 他這裡面有 自助的回收 所以我們吃飽飯 每一桌的客人 都把 桌面的 管盤 放到 自助的回收櫃檯 很棒 所以外國人來台灣都說 我們台灣人真的 生活的 生活的品質真的是超高標的 捷克先生說 帶我去吃冰 這個巷子怎麼感覺像是小日本的感覺 有沒有 很有藝術創作很文青的感覺 藝術家 這家排藝住村 炸牛肉飯 咖啡店 這個 三一啊 要吃嗎 沒有 哈哈哈哈 這個是 鮑汁 還喝牛肉嗎 他這裏寫 牛肉飯 這裏寫 牛肉飯 這個是 不是 他這裏寫 雞肉褲 牛肉 BH 可以隨便我們買嗎?還是有規定要買多少嗎? 好,秤重的嗎?好,半斤嗎? 還有這個,可以搭配 這個剛出爐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子半斤 先來吃一塊看看 東港人來高雄吃 這個是牛棒的,我沒吃過,吃看看 來吃一下牛棒 嗯,很Q啊 它這個很紮實啊 幾十年了,我記得 十年了,我記得 很厲害 這牛棒的很好吃 好吃 難怪生意那麼好 吃飽飯又來吃剉煸了 好 好 你們吃一個 兩個中和的 對,兩個中和的 對,剉煸 好 好,這隻是 這個 西瓜 很美味 你吃 我吃 你吃 你吃 夏天吃剉煸 冬天吃你吃 我要先吃一個 烏裏 這個她剛剛才炸起來 剛剛那個牛棒的好好吃喔 它的魚漿都很紮實 不會有的魚漿吃起來是爛爛的 不Q彈 它的魚漿是很新鮮 然後很Q彈很紮實 什麼意思到現在的 代表它的 因為大家知道水愛魚是在小優雄長大 那爸爸本身我們家又有漁船 所以我從小是吃魚漿魚丸長大的 我特愛吃這種東西 所以吃這個東西好不好吃 它的品質扎不扎實 好不好 我一直就知道 所以這一家三一代表真的是貨真價值 你日據時代都去叫 日據時代看 傑克先生說成是日據時代 做生意做到現在 真的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朋友 訂閱水愛魚的頻道是不用錢的 所以感謝你的收看 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頻道 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然後版面底下留言互動 謝謝你們 分享給我 好朋友 我好朋友 我是不是 還是不是 你說 的是 中文字幕——YK